欸 欸 Boris看看 真的很漂亮欸 很壯古時代的房子欸 考古館 欸 老闆娘嗎 你好 你好 這個房子已經有50年的歷史 我們這裡生產麥芽膏 我們家的麥芽呢 其實它是用新鮮的小麥茶 還有原諾米下去化效水減 所以呢 它不黏牙 又非常的養生 麥芽膏 麥芽膏嗎 不是啦 這個麥芽 這個麥芽 哇 很想吃欸 很想體驗看看 好看喔 那今天就可以讓你們體驗一下 來這裡看我們家的小麥草 小麥草呢 是做麥芽最重要的原料 所以這個會變成麥芽膏 因為我在市面上吃到的這個麥芽膏 就是從這個小麥草做成的嗎 有一些是用化學的 但是我們家呢 是最天然 最天然 最天然的 我們的小麥草呢 它的根性呢 一定是非常潔白的 它潔白呢 就表示呢 它的植株非常的健康 如果說它變成核色呢 就表示它已經生病了 那個就不能用 哇好滑喔 現在呢 我們第一個動作呢 就是要來攪碎 小麥草攪碎這個動作呢 就是要讓小麥草酵素呢 可以順利的跟我們的米澱粉結合 這樣子做出來的麥芽呢 才會更好更純 然後呢 等一下就可以跟我們的米 然後和在一起攪拌 那現在呢 我們這一個動作呢 就是把水呢 就是搖到我們的那個小麥草裡面 要讓小麥草的酵素直接融出來 等一下呢 我們就是把這些植子 再倒到我們的米裡面 好 現在拍動 好 對 搖滿 不會 不會 真的嗎 70度而已 70度很難 70度 喔 幫它沖涼 所以很適合 她總是很瘋狂 再來呢 水住進來之後呢 我們就把它攪一攪 攪 我們兩花的長夢 哇 一直攪一攪 從下面的撈上來這樣 蠻這樣嗎 吃力的 這還算輕鬆啦 等一下我們就知道什麼 就是吃力的 那現在呢 我們可以把我們的小麥草呢 放到我們的那個 那個米澱 喔 看看 然後來呢 我們就把這些小麥草呢 把它搖到我們的米澱 喔 好 就是把炒的米澱攪在一起 我要攪拌喔 可以 這個比剛剛的還要吃力耶 這樣子怎麼拌 完了 她最懶了 我們來看一下 沒有 老闆娘 你怎麼會做這個 攪不動 真的攪不動 真的攪不動 給兒子了 哇 好厲害 真的要點專業的啦 專業 那我們做什麼 繼續把這些搖進來 你媽來竟然呢 現在很帥 通常人都不會說話 那現在呢 我們就是做到最後一個動作 就是把小麥草呢 跟原糯米呢 做一個發酵水解的動作 經過四個小時的時間呢 讓我們的酵素呢 充分的將米澱粉 完全的分解完 經過過濾跟熬煮 就可以成為了 優質的天然的手工麥芽膏 體驗完了這個麥芽膏的製作 現在老闆娘幫我們準備了 麥芽牛奶 我們馬上體驗看看 我沒有喝過 很像 真的很像 真的很像 很像 很好啊 哇 很棒 我在日本沒有喝過這種的 你需要那個export到日本 直接找她就對了 這太誇張了 很熱耶 我只要帶你去做愛玉啊 蛤 這邊可以做愛玉 對啊 你沒有看過愛玉對不對 我也找到一個愛玉莊家 真的嗎 對啊 帶我們去啊 Let's go 走吧 在哪裡 我的愛玉莊家在哪裡 嗨 你們好 歡迎來到紅酒愛玉園 我是愛玉園的圓丁劉夢玉 跟你們介紹一下 我們愛玉的一些特色 這個愛玉園多大 0.3假 我跟我太太一起 幫你這個愛玉園 那你們知道 愛玉它也有分 公的跟母的嗎 真的不知道耶 不知道 從它果實的外觀啊 其實沒有辦法去分辨 它把它切開 才能知道它是公的還是母的 那公的就是要讓 愛玉小楓進去產卵出來 幫我們授粉 所以公的沒有愛玉籽喔 只有母的才有愛玉籽 拜拜 Boris 用不到 但是我們如果不中工的又不行 因為就沒有這些小楓帶這些花粉 來幫我們女的愛玉授粉 我們就沒有愛玉籽了 所以男生女生都很重要 真的 兩個要合作 好 我們要合作 那老師我們想知道怎麼做愛玉 可以教我們嗎 可以啊 接下來我就帶你們去做愛玉 洗愛玉囉 好 首先我們要洗愛玉的第一個步驟呢 就是把愛玉籽倒到搓洗袋裡面喔 然後把這個繩子纏繞固定一下 這樣子呢 在搓洗的時候 愛玉籽不會跑出來 那我們把可以喝的水 倒到小水桶好操作 現在就要開始來做搓洗的動作囉 有愛玉籽的搓洗袋 全部泡在水裡面 用我們的手做搓揉 因為愛玉的果膠 都在我們這個愛玉籽的表面 在搓揉摩擦的過程 它的果膠就會釋放出來囉 一般來說 七分鐘到八分鐘就差不多囉 很花花耶 很像那個摩摩看 等一下 什麼是說摩摩 什麼是說摩摩 很像摩摩摩的感覺 我日本沒有看過愛玉 所以這個是真的第一次的DIY 來我們最後一次把這個果膠通通擠乾淨 接下來把我們搓好的這個愛玉水呢 倒到這個碗裡面 然後讓它可以在碗裡面結凍 我有很多紙耶 這個一看起來就是Fill了 沒關係 沒關係 應該吃吃了很好吃 我們現在手還有一點愛玉的果膠對不對 對 它有保養護膚的功能喔 這樣子 全部 愛玉山山 我要保養一下 老闆我們接下來要幹嘛呢 你護膚完了齁 對對我護膚完了 對 那接下來我們等這個愛玉呢 大概20分鐘到30分鐘就讓它結凍 那我們就有Q彈好吃的愛玉丼可以吃囉 來好吃的愛玉來了 來了來了 我們小公愛玉嗎 對 自己做的會特別好吃喔 請問怎麼吃 加點糖然後加點檸檬 口感會更好喔 超香的 いただきます 很好吃 吃 我吃嘛 很好吃 太好吃了 超好吃的 聽不上 以前吃過 阿育以前吃過 但是沒有吃過這麼好吃的阿育 真的嗎 妳不要搶我的台詞好不好 Oh my God 超好吃 真的很下屬耶 這一個我可以吃的 這是我的 我的 它因為本來就是很天然健康的東西 所以我們一定要搭配天然的食材 所以糖的話我們就是用糖會下去熬煮 那檸檬也是我自己種的 所以我全部吃也不會胖 如果天天吃還是會胖啦 天天吃嗎 我吃完了 很推薦 接下來我們要去吃台灣最便宜 最好吃的冰飯 是那個台灣以前的那種 叫什麼雞啊 冰嗎 對 沒錯 而且他們用的都是台灣的水果 講到吃又是吃 妳看我要怎麼減肥 準備 好香喔 妳看它有那個水果一系列的照片 西瓜 火龍果 然後還有阿蜜瓜 非常漂亮 你看看有鎖的 始終有一到十二 所以它是每個季節不同的水果 是這樣子喔 真的 答對了 歡迎兩位 謝謝 好 請你們吃冰飯 謝謝 謝謝 我們先教你們打開 開這個有技巧的 要這樣拿著往上打 這樣是不會滴到手黏黏的 打開 對 這樣不會滴到手黏黏的 好聰明 請問你是誰 我是這邊的老闆 阿亮 就是我們在做冰棒 叫阿亮就好了 阿亮 對 阿亮就好了 阿亮 阿亮 因為我們冰棒沒有添加任何的這些添加物 所以吃起來會比較清爽清涼 西瓜跟芒果 兩個一起搭 那這個是什麼口味 這個是優格大辣妹 辣妹是台灣的喔 在台中在中的 不過我剛剛有吃到一點點的那個乳的味道 那是優格 哇 太好吃了 因為冰棒的單一口味太單調了 所以我就用兩種以上的味道去打拼了 等一下吃完喔 要進來自己做冰棒囉 哇 做冰棒了 老虎要吃囉 好 走吧 走 Let's go 我們已經準備好囉 對 老闆要教我們怎麼做冰棒 老闆怎麼做呢 好 有沒有聽過台語叫做冰 沒有 就做冰棒感覺很好賺喔 做了之後感覺被騙了 因為很厚功 很尷尬 這個就是冰棒的模子 模具 對 模具 剛剛這邊有吃西瓜芒果 這是西瓜牛奶的冰沙 喔 然後再來這邊有檸檬的冰沙 那等一下我們會有不一樣的果汁 可以自己來挑看看 哇 欸 很棒耶 好成功喔 這我可以自己調味喜歡的水果 對啊 這個就冰沙 那這個就是冰棒的主體的味道 整治如果我們喜歡吃檸檬 整體的味道就是以檸檬為主 那檸檬是白色的 那我想要加一些檸檬 那我想要加一些檸檬 喔 這整個 很美 就把它加進去 只用錢先搖一搖 再來再加一層一層一層慢慢加 好喔 那 換你們了要驗收囉 好 很好吃要自己吃喔 我們就來挑戰一下 好 那我要芒果 我要西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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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肉 然後搖一搖 搖一搖嗎 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要用冰棒棍囉 然後把它放下去 是這樣子 對 對 這樣就好了 就可以把它放進來了 那我們要放進來 這樣我們冰棒都做好了 就是要放下去一起動 來 輕輕地放就好了 好 這樣就放20分鐘 20分鐘 就可以跑 對 耶 這是我們剛剛做的 兩塊 大烤了 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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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沒有認真對不對 剛剛沒有認真對不對 沒有 剛剛沒有認真 你看我做得很漂亮 我做得很漂亮 平分平分 其實都滿有特色的 很難評分 這很厲害ילו一半 這麼一般 這個 韓果卡 這個 感覺就真的比較貴了 芒果比較貴 這個是技術厲害 這個是水果貴 我的是500塊 這個太可能了 老闆這個定價OK嗎 這個太好了 雲林新體驗結束了 我從來沒有來過雲林玩 覺得好好玩 我不知道雲林有這麼多好吃好玩的地方 而且很多大廚人 而且麥芽糕也很好吃 對 麥芽糕它的做法非常特別 還有那個愛玉 對 愛玉好好吃 而且最後的水果冰棒也真的好好吃 真的 一路來一直吃 我回去不用減肥了 應該要 好 如果你喜歡我們這一集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訂閱 按讚 分享喔 拜拜 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講堂 我是講堂秋華Cat 您今天所參與的線上直播講座是 出發 任者露魯唱完雲林 美食 美景與人情 知識的或者知識的講座是因為 新講堂除了辦理大量的世界旅遊講座 手作體驗還有走讀之外 其實我們一直心懷台灣 深度發掘台灣各地一些有趣的 令人家嚮往的一些文化背景跟內容 那這一次我們特別邀請到了百萬部落客 漏魯老師來跟大家分享 他的雲林祕境還有雲林的美食 漏魯老師他之所以會去成為一個部落客 是因為他原本是一個外商的工程師 後來因為他愛吃愛玩 然後進而去投入這個行業 那過去出的六本關於台灣的旅遊書 每一本都是暢銷的著作 那想請問大家過去談到雲林你會想到什麼呢 有些人會說北港的朝天宮 或是劍湖山樂園或是果坑的咖啡 那除了一些之外 大家還想得到雲林哪一些獨特的景點嗎 其實雲林是個很棒的地方 所以就是漏魯老師會特別告訴大家 一些有趣的景點 以及一些特別的美景還有好吃的食物 那歡迎大家在底下熱烈討論 分享你自己個人的私房景點 那話不多說我們就請肉汝老師出場啦 嗨 大家好我是肉汝 今天要帶大家來一趟雲林的新體驗 要用低碳旅行的方式重新出發 就是吃在地的東西 然後用比較低碳的方式去旅行 帶領大家去農村漁村去玩 然後還要帶大家去爬一座小百院 探訪非常多的在地店家喔 跟著肉汝來一趟雲林新體驗吧 今天要帶大家來雲林一趟小旅行 你可以是半天的也可以是一日遊的 那一開始先很簡短的介紹一下肉汝 對那為什麼會叫做肉汝呢 因為我以前很喜歡嘲笑同學肉汝 那叫酒之後同學看到我常常跑去吃肉肉飯 所以他們就叫我肉肉汝 那我之前是一個美商應用材料的半導體工程師 那因為很喜歡旅行 所以就把工作辭掉 那這是我曾經出過的六本 臺灣的旅遊書 那大概有五本裡面都有介紹到雲林這塊土地 因為我覺得臺灣每個鄉鎮 每個縣市都非常非常的漂亮 而且很有它的特色 那我也曾經上過一些知名節目 像康熙來的大學生的美 那也有上過像news金燙號 那我也曾經去海外舉辦名人講座 那分享臺灣這塊土地的美好 那也去過香港 那我曾經主持過海外宣傳旅遊節目 像雲林也是其中之一 像雲嘉南然後高雄屏東還有澎湖 那一開始就先用這張照片來跟大家揭開這次 雲林新體驗的那個序曲就對了 那這張照片是在雲林的山上 那它是在一個國小叫張虎國小 那站在這邊你會發現我在這邊的時候 我大概只走了大概五到十分鐘左右 那上去的時候你往下眺望 你就會發現哇那個一路綿延然後翠綠的茶園 真的是非常的美麗 那下面就有一個五顏六色的那個校色 那個就是張虎國小 那張虎國小那邊就有一個籃球場 所以我那時候我們就想說 每次去旅行的時候就盡量去融入在地 所以當我知道那邊有籃球場的時候 我就跟我的朋友然後我們就帶了一顆籃球 然後就在雲林的山上在茶園的旁邊 然後看下去就是雲嘉南的平原 然後就在那邊打籃球 然後我就跟我的朋友 我的朋友就跟我說 肉魯我們是在雲端上打籃球的感覺嗎 那其實這邊附近就有一個茶園的小步道 你就可以繞著張虎國小旁邊的茶園步道 然後繞著一圈然後看著雲林的山 你會發現一般印象中的雲林 好像就只有種了很多蔬菜 然後什麼西羅老街 然後有一些龍魚村其實都很美麗 可是雲林的山上 你可以從海邊然後一路的玩到山上 你會發現真的非常非常的舒服 尤其是秋天的季節 你上到這個海拔大概快一千公尺的山上 你會發現那個微風吹來 身體還會微涼 然後必須要把外套穿上 好 那去到了山上之後 我們下一張就要帶大家 從雲林的海線開始玩 那這個地方叫做雲林的小日月潭 那這個地方面積大概是110公頃左右 那它大概是日月潭的十分之一 它的大小大概是日月潭的十分之一 那來到這邊你會發現它其實是 本來是一片的那個森林 然後因為海水倒灌 然後就把這片森林給淹沒了 淹沒之後發現就形成了一個濕地 所以呢你來到這邊之後你可以用走的 因為我們強調低碳旅行嘛 你用走的或者是你可以去口湖遊客中心 那邊可以免費租一台腳踏車 而且是免費的喔非常的佛心 然後呢你就可以沿著這個雲林的小日月潭 它叫移湖自洪池自行車步道 然後呢你可以在這邊啊然後騎著腳踏車 然後呢隨時就可以停在某一個量亭 某一個木葬道然後或者是像我老婆這樣 就坐在木葬道的旁邊 然後吹著海風 然後呢看著翠綠的森林 你會發現非常非常的療癒 那這個地方啊叫做移湖自洪池自行車道 那它原本就是一開始講的 它原本是甘蔗林那海水倒灌就成了濕地湖泊 那因為這邊啊就是如果你用走的會非常的辛苦 所以口湖遊歌中心提供的免費的單車租借 那你就看事先你要記得要事先預約喔 為什麼要事先預約呢 因為事先預約你就可以去把很多事情規劃好 比如說你沒有事先預約 結果你去了發現有一個團體把腳踏車都借走 那就不好了你就要等待 所以呢借好腳踏車之後大概騎多久呢 大概騎個兩分鐘 你就可以抵達左邊這個圖的移湖自洪池的那個路口 那你就可以看到它的那個移湖自洪池的那個形狀 然後還有它的自行車道 那我比較建議的方式是逆時鐘的起 逆時鐘的起 那為什麼呢 你去了就知道 因為在地人都會跟你說不要那個順時鐘 要逆時鐘 那至於為什麼呢 你去問在地人 在地人就會跟你講得非常清楚 那我這裡就不破梗了 那騎著腳踏車進去之後你會發現啊 一路都是非常非常的平緩 而且啊 騎起來真的很舒服 那移湖自洪池自行車道我最喜歡的就是 它有好多好多的兩挺 那比如說像這個兩挺 你會發現它好像有兩層 然後呢 你自行車就停在那邊 然後就走進去 然後你就發現 哇前面好多好多的水鳥 非常的棒 然後呢 在不同的角落 然後拍不同的方向 你會發現 欸為什麼它會叫小日約坦 它真的有那種日約坦 邊垂地帶的那種氛圍 像這邊我就覺得很像 日約坦月牙灣的感覺 然後呢 這下一張圖你會發現不同的角度 然後呢 如果你是有預約導覽 你會發現在地人就會跟你說 你看那個哪一個地方啊 藏了很多白色的東西 那個啊不是藏了水鳥 那邊都是水鳥的大便就對了 因為整片森林就被那個水鳥的那個 因為水鳥數量實在是太多 生態太豐富 所以呢 水鳥就會在那邊大便 然後呢 你就會發現整個樹林都白色的 那你遠看覺得好漂亮喔 在地人跟你點播之後 你就會發現啊 怎麼會是那樣子 所以這也是一種 跟在地連結的一種旅行的方式 那這又是另外一個涼亭 那這個涼亭 我覺得又更舒服的 為什麼呢 因為 它的涼亭是有遮硬的 所以呢 你腳踏車騎到裡面 然後呢 就躲在那個涼亭下面 然後就看著 360度的景色 但我很推薦 你來到這邊之前啊 可以去口湖遊客中心 買個在地的伴手禮啊 比如說 你 你荷包比較厚一點 你就可以買個烏魚籽 烏魚籽那個一包一包窗的 然後呢 你就可以來到這邊 然後吃著烏魚籽 然後看著風景 吹著微風 你會覺得 那真是人生最棒的一種享受 那你看這個小日月潭 它真的非常非常美麗 你來到這邊之後 我建議你大概可以停留 大概兩個小時的時間 因為它真的太漂亮了 好 那這是一壺之龍池 每個角落 每個點 每個涼亭 你就可以做停留 那如果你不喜歡曬太陽 其實它的那個 一壺之龍池裡面的森林 隧道也有很多人會在樹下 在那邊休息 然後甚至是野餐 然後呢這個就是 一壺之龍池的自行車道 有木馬黃 然後有很多不同的一些森林 所組成 那這也是一壺之龍池的很多地方 那這邊比較要特別介紹的是 你來到一壺之龍池 千萬不能錯過這個小日月潭 中間還有一個叫做小光華島 你看下一張圖 你看這個木占道 這個浮台 然後走到中間 然後你會發現 左前方那邊有一個什麼呢 有一個島 那個島就是日月潭的光華島 所以為什麼人家 會把一壺之龍池 稱為叫做小日月潭 就是這個原因 那這個是一壺之龍池的介紹 我真的覺得這裡很漂亮 尤其是秋冬的季節 天氣不會那麼熱 你來這邊 不管是用走的 或者是騎自行車 都會非常非常的舒服 那騎完了自行車道之後 千萬不要急著離開 因為剛剛租界的那個 自行車步到 租界自行車的口湖遊客中心 那邊就有一間叫做雲林 雲林甘苦人的料理 甘苦人料理 那你聽到之後 就會想說中午 該不會要吃白飯配肉鬆了吧 那其實不是 因為這個雲林甘苦人料理 它結合了在地食材 像雲林的 比如說烏魚子很有名 雲林的鰻魚很有名 雲林的竹筍很有名 雲林的很多很多東西 那如果你只有一個人 你也不用擔心 因為他有套餐 如果你是一群人 比如說你有八個到十個 你也可以去吃他的和菜 那這一個口湖遊客中心 左上角這一張圖啊 就是他遊客中心的外觀 很像一隻水鳥大膨展 只要飛起來的感覺 那戶外有一些馬賽克的拼貼 也是有得過獎的 那重點是室內是冷氣開放 你看那一個一個圓桌 那旁邊就是擺放著很多雲林在地很有特色店家的一些名產 然後呢 這個是他的菜單 你可以去點 比如說我要點吃鰻魚啊 然後或者是去點你要吃虱目魚 其實不是只有台南的虱目魚有名而已 其實雲林嘉義啊 這個沿海這一帶 養殖虱目魚都非常非常的好吃 那有的虱目魚他還會加入那個雲林很有特色的那個燜筍 然後下去一起蒸 非常的好吃 那這一份呢就是 鰻魚套餐 普燒鰻魚套餐 你可以看到裡面有一大塊的鰻魚 然後呢還有一個花枝排 然後還有一個白蝦的那個沙拉 還有小捲去炒那個 炒青菜 然後還有在地雞蛋 然後去炒在地的那個番茄 然後白飯也是本地的 你會發現我這樣一個套餐 吃起來非常的滿足 那如果你是一群人 你就可以點他的和菜 他的那個和菜就是普燒曼 你來到雲林 你會發現哇 其實根本不用跑到日本去吃日本的鰻魚飯了 這裡的鰻魚也非常非常的棒 然後呢 他的那個白斬雞去沾他們雲林在地的醬油 你知道雲林西螺的醬油是最棒的 然後沾醬油啊 然後像白蝦的沙拉中間那一個番茄 也是雲林很有名的那個水哥番茄 水哥番茄就是你上網找你就發現哇這個番茄非常非常的厲害 然後呢還有像剛剛有吃到普燒曼 那這個是那個普燒曼它不是用普燒的方式 它是用乾煎的方式更能呈現那個鰻魚的那個原味就對了 然後還有蛤蜊絲瓜那個雲林這一帶的蛤蜊也非常非常的好吃 然後呢還有那個花枝排 然後烏魚子 烏魚子就是如果你上雲林新體驗的那個官網 你就會發現哇裡面有那個有一間烏魚子很好吃 那來到雲林就是要去吃烏魚子 然後插米粉 然後杏鮑菇去炒高麗菜 那最特別的是還有一個絲木魚肚 然後去煮西瓜棉湯 那西瓜棉就是那個 西瓜小時候的時候就把它把它把它採起來 然後去做醃漬所以它酸酸甜甜的 那酸酸甜甜的滋味啊 再去跟絲木魚一起煮啊 更能提出那個絲木魚的那個新鮮的那個味道 所以呢你來到雲林啊 第一帳我就推薦大家可以來到口湖這邊騎腳踏車 然後去吃非常好吃的在地料理 然後吃的時候你就會發現哇原來 雲林這邊的物產居然是那麼的豐富 我們一般都認為雲林可能就是產很多很多蔬菜 可是雲林有靠海也有靠山 所以你就會發現這裡的食材真的是山生海味的概念 那來到那個宜湖自宗池口湖遊客中心玩完之後 下一站就要帶大家去哪裡呢 帶大家去雲林去抓蝦 那這個抓蝦是抓什麼蝦呢 這一間叫做好蝦囧男色 那你如果聽到你就會那個那個你的臉就會有三條線冒出來 為什麼是好蝦囧男色 那這一間這間店我自己還蠻喜歡的 因為啊它的我先解釋它的好蝦 它的好蝦就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想養出好的蝦子 那第二個那個好蝦的意思就是因為養殖的方式很蝦 為什麼很蝦呢 因為它的蝦池裡面啊 除了白蝦之外 它還有放那個石斑 然後還有很多很多魚 它就是讓整個餘溫變成一個食物鏈的概念 就是蝦子會被誰吃掉 然後蝦子再去吃誰 就是變成一個就是你可以把它想像成一個大型水族館的概念 就是比較生那個食物鏈然後去生態養殖的方式 那跟我們一般想像中這種慣性養法 慣性養法就是可能頭藥啊 然後讓它產量大一點啊 完全是不一樣的 那這一間這一間好蝦囧男色 去之前啊你其實可以預約它的油層 那這裡的蝦子很厲害 它是全台唯一外銷美國的蝦子 那老闆叫做阿正 那其實他們是一群年輕人組成的 所以你看它的魚池裡面有虱目魚 然後台灣雕還有那個石斑 那這一間店啊 你在外觀你就可以看到好蝦囧男色 那右邊這個就是那個創立者 叫阿正 那進去的時候其實你也可以來這邊去吃 它的蝦子的料理 那一開始先不要吃 先運動一下 然後我們再來吃它的餐 那進去之後你會發現 它就是以前那種餘溫養殖的那種環境 然後去改建的 我記得不知道是 是以前不知道空間 不知道是養豬的地方 不是很確定 但是你進去之後你就會發現 哇那個環境非常的特別 然後旁邊就是餘溫 然後裡面有開著冷氣 然後呢 它裡面有很多伴手禮可以買 像我就很喜歡這種叫做那個 白蝦的摧粉就對了 那個白蝦是乾燥的非常大隻 一般我們吃到的那種就是 類似泡麵的蝦子都很小隻 它這個不是它這是真正的白蝦 剝殼之後然後直接把它乾燥 所以你這個泡了那個熱水之後 然後煮起來它就是一隻很大尾的白蝦 那這個技術也是他們獨有 那這隻白蝦是可以單獨買的 單獨買 就是你可以不用跟摧粉一起買 你可以單獨買一整包 然後都是乾燥白蝦 那像這種我自己就 因為我自己 我有在爬山 所以我們去山山的時候 如果你把這個放在泡麵 然後一起泡 然後泡出來 然後旁邊的爬山的人 看了就會非常非常的羨慕 然後呢 我們緊接著就要進去那個 好蝦九南色的那個魚尺 那它的魚溫 進去魚溫是要去抓那個蝦子 可是你抓蝦子的時候 你很可能會抓到魚 比如說你抓到台灣雕 抓到絲木魚 抓到石斑 那你抓到這種是不能拿走的 為什麼呢 因為比如說石斑可以換十幾隻的白蝦 然後絲木魚可以換五隻的白蝦就對了 那他要怎麼去抓呢 因為他是走在那個魚溫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 魚路之上 填梗嘛 這不知道叫什麼路 本來你就是走在魚溫的中間 那走的時候要特別小心 因為一不小心滑手機 或者是怎樣就會掉下去了 那掉下去 老闆會把你救起來不用擔心 然後呢 就拿著這個網子 然後呢 你就要把這個網子 然後呢 一邊是網子 然後一邊是繩子 你就要把它往魚溫 拋下去 那拋的時候不要拋太大力 因為 太大力你重心不如 你可能會掉下去 然後呢 拋下去之後啊 還會在什麼呢 還會在你的網子的上面 他會拿飼料給你 然後就把飼料整把 然後就灑在那個網子的上面 然後灑的時候啊 你就會發現很多的魚就會跑過來 那跑過來之後 你就可以把網子拉起來 那通常你這樣拉起來 是抓不到魚的 你要靜置 你要讓魚吃得很開心 渾囊萬物的時候 然後你再把它拉起來 你才抓得到蝦子 或者是那個魚就對了 然後呢 有一個技巧是 你網子放下去的時候 然後灑飼料下去的時候 你要微微的去抖動你的網子 微微去抖動 你不要都不動 都不動那個魚就會 好像發現這裡沒有東西 然後就會走 所以你要微微的抖動 然後呢 大概過大概三四分鐘之後 然後呢 就慢慢的把網子往上拉 拉起來之後你就會發現 像下一張 你有沒有看到 我就抓到了一隻魚 那這一隻魚 阿正跟我說 這一隻大概可以換五隻白蝦 可以換五隻白蝦就對了 那這個體驗 其實大人或小朋友都非常的喜愛 尤其是 我們都以為釣魚就是釣竿 可是他們其實在抓那個白蝦的時候 都是用這樣子的方式去撈 用這樣子的方式去撈 你會發現 非常非常的好玩 那你看這個是我老婆 你看她超厲害的 抓到了最左邊那一隻是字幕魚 然後右邊兩隻是那個台灣雕 應該是台灣雕 那這邊阿正說 大概可以換到快二十隻的白蝦 所以你來這邊是來抓魚 抓魚換蝦子的就對了 那沒有抓到蝦子沒有關係 因為蝦子好像比較沒有那麼好抓 可是如果抓到蝦子啊你就表示 你會有很多好運就對了 然後呢 抓完了蝦子啊然後再回來 那阿正就會教你要怎麼去煮白蝦 那他也會跟你講說 你因為市面上大家在 大家在買蝦的時候都會想說我要買活體蝦 可是活體蝦這種東西可能是 他為了讓他好看 他會下一些藥 那有一些不肖的商人 不是說所有的活體蝦都這樣 你要避免一些不肖的商人 然後去下藥讓蝦子看起來活蹦亂跳 那你買了你覺得是活體蝦 可是蝦子可能會有一些藥在裡面 所以阿正就跟我們說 如果你要去市面上買蝦 如果你不是在原產地買 你是在外面那種不知道的地方買 建議是買冷凍蝦會比較好 所以你去到了好蝦九南社 你就可以了解一些蝦的知識 以後買蝦就可以大概知道 可以用怎麼樣的方式去挑 那煮完了蝦子之後 他就教你怎麼去三秒撥蝦 第一個方式是把蝦殼把它扯下來 不是扯下來就撥下來 然後第二步就從蝦身的腳那邊 然後去把它撥 這大概三秒就可以完成了 然後煮完了蝦 然後馬上就現吃 那個Q度那個鮮味真的是非常的好吃 因為現在很多的蝦子你吃的時候 你會覺得蝦味好像都沒有那麼濃郁 可是來這邊你會發現 他們是用海水去養殖成本比較高 那蝦子吃起來 哇那個蝦子的味道你會覺得非常非常的棒 然後這邊還可以去點它的月亮蝦餅 那裡面的蝦就是它的白蝦 還有高麗菜捲的那個炸高麗菜蝦捲 那也非常的好吃 所以如果你去口湖遊客中心 騎完腳踏車然後去那邊吃晚餐 再來這邊體驗再順便吃它的餐 玩你就會發現真的是非常完美的一個行程 然後接下來口湖還有什麼地方可以玩呢 你會發現口湖還有一些水上活動可以讓你玩 像這邊就是去玩獨木舟 然後讓你去水上去盪鞦韆 你還可以滑著小船 然後呢還可以去吃馬蹄蛤 那這個水上活動的玩法是 我記得是100塊還是150塊玩到飽 就是看你要玩多久都隨你玩多久 那這個地方是口湖很有名的一個地方 叫馬蹄蛤主題館 那進去之後你就可以去認識 什麼叫馬蹄蛤 像我拳頭那麼大 那大概要我記得好像要五年以上的時間 才會長得那麼大顆 那進去之後其實老闆會跟你去介紹馬蹄蛤 比如說你看到有的馬蹄蛤比較白一點 你看那個照片的左下角那邊 有一顆比較白 那右邊那顆比較黑 那比較黑那顆表示他歷經過好多次的水災 老闆跟我們講就是每經過一次淹水 然後馬蹄蛤他就會有一個紋路出來 然後他就跟我們說這一顆歷經了五次的水災就對了 他說從馬蹄蛤也可以去算命說 這一個馬蹄蛤的一生有多麼的辛苦就對了 然後你看那個左上角的照片 你就可以看到馬蹄蛤從一年兩年三年四年五年 然後他的那個大小大概會是怎樣 那聽完了馬蹄蛤之後 你就會發現哇口湖這邊的那個水質 跟環境非常適合馬蹄蛤去做生長 然後接下來就是這一間的重頭戲 你發現他有一個漁溫 然後水大概就到膝蓋的高度而已 然後他就有獨木舟 然後有水上當秋千 然後還有那種小船可以讓你去體驗 然後就是非常非常的便宜 然後你可以去那邊拍比如說網美照 你看這個水上當秋千 然後很像很像家裡下大雨 然後淹水了 然後就在溜滑梯上面的那種感覺 那這邊的水非常的冰涼 你可以坐在上面然後在那邊當秋千 拍一下網美照然後曬曬太陽 然後這個就是水上當秋千的部分 那如果你覺得水上當秋千拍完了之後不過癮 你也可以去隨便找一勺獨木舟 然後這邊不用穿舊聲音 因為他的高度就大概當你的膝蓋而已 那你如果翻船也不用擔心 因為他水沒有很深 那你可以看到旁邊就是一些漁溫以前的 古老的建築啊 紅磚建築啊 然後就是還年代都還蠻久的 然後你可以在那邊滑獨木舟在那邊航行 然後另外一種是這種小船 那這種小船就很好笑 就是他上面是用浮球跟馬蹄隔 然後去做遮陰 然後中間兩個位置就是那個椅子 讓你坐在上面 那他滑是用類似那種竹竿 然後撐著地 就是因為他不撐嘛 所以撐著地 然後就一個施力 然後船就會往前進了 那你就會發現大家玩這個都玩得很開心 那你看喔 一般你如果去外面玩獨木舟的體驗 一個人可能都要一千多塊 可是來到這邊就隨便你玩 然後還有很漂亮的風景可以給你看 那你可以 還可以去那個馬蹄隔的體驗池那邊啊 然後去摸一下那個馬蹄隔 那這個地方我自己就還蠻喜歡的 那如果你覺得玩得很累之後 你也可以來這邊吃一下馬蹄隔 那我記得這樣一顆 不知道是一百塊還是一百五 因為那個價錢大家去看就知道 那你會看到馬蹄隔上來的時候啊 有的是比較黑有的是比較白 那有的比較黑的比較白的它就是公母之分 那哪一個比較好吃呢 我覺得都很好吃 然後因為它一煮出來然後熱騰騰的 然後其實沒有任何腥味 然後整個那個把那個馬蹄隔整個滑溜吞下去 那個鮮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過癮 所以很推薦大家來到雲林 也可以來這個口湖這個馬蹄隔的這個漁村 然後去體驗一下滑毒木舟 然後呢 當秋千然後再去吃馬蹄隔 認識這邊在地的一些特產 那如果還不過癮 如果你有帶小孩 你也可以帶小孩來做一下馬蹄隔的DIY 比如說馬蹄隔的那個那個什麼呢 用馬蹄隔做成青蛙 或者是用一些一些類似貝類 或者是馬蹄隔 然後做成那種畢燈的 畢燈就是插電 然後晚上可以當作畢燈還蠻有趣的 然後呢 逛完了這個馬蹄隔主題館 下一站我們再來到口湖去玩 那其實口湖真的非常多好玩的東西 那這一間叫做第一漫坡 那第一漫坡是我自己很喜歡的一間 養鰻魚然後吃鰻魚 然後體驗鰻魚的一個店家 那為什麼叫做第一漫坡呢 其實台灣的鰻魚有三千 三千是什麼呢 孟母有三千 台灣的鰻魚也有三千 那第一千是因為台灣以前鰻魚是在宜蘭 可是宜蘭秋冬天氣比較冷 然後後來發現宜蘭不適合去養殖鰻魚 後來呢就移到了屏東 大概在豐港那一帶 那移到那邊的時候啊 就發現那邊天氣實在是太熱了 後來呢移到了雲林口湖這個地方 然後去做養殖 發現這裡的氣溫這裡的水質 那為什麼這裡的水質呢 因為這裡的水質其實是從阿里山山脈流下來的地下水 所以這邊的水質啊 比較冰涼 然後比較好一點 所以就在這邊做鰻魚的養殖 那這邊的鰻魚是有外銷到日本的 那這個第一漫坡啊 它是因為是口湖第一個養殖鰻魚的魚尺 所以它就叫第一漫坡 那這個老闆娘很有趣 大家如果知道以前那個國光客運啊 都有那個車長小姐啊 這個老闆就是那個那個 這個老闆娘就是以前的車長小姐 他就會給你看 他以前的那個照片 你就會發現哇 以前居然有這種車長小姐 然後再跟他現在養鰻魚的那個 那個身份 你會覺得好像有點搭不起來 可是他卻非常樂在其中 然後呢去的時候他就跟你講說 以前啊他們要載鰻魚啊 就是用右上角這樣子一層一層疊起來 然後那是鰻魚的鰻 然後呢騎鰻魚的時候 他就說有一次不小心就雷殘 然後呢所有的鰻魚就回魚蛋 那個鰻魚其實非常非常的貴 然後呢下面那個就是在體驗 你在鰻魚尺在抓鰻魚的時候 然後再推 你要在那個很小的餘溫的中間的那個 填梗然後去推 然後要考驗你的平衡感 還有你的那個那個速度 那我們就在那邊去做體驗 你看我們那個中間就有一條線 那個就模擬那種餘溫之間填梗的感覺 然後你就要一直線衝過去 那幾乎大家體驗大概十次會有 會有九次都失敗 不是超限就是推到一半那個推車就翻了 翻了就慘了你抓的東西就沒了 所以來到第一慢坡啊不是只有吃他的鰻魚飯 你會發現他的體驗也非常非常的有趣 那第一慢坡也可以去體驗 剛剛我們在那個好蝦九南社那種撈魚的方式 那你就可以看到一樣的那類似的網子 然後丟下去然後再撒上飼料 然後再撈起來 你就可以看到魚就跑上來了 就是幾乎百分之百一定抓得到魚的體驗 然後呢第一慢坡啊就是你來到這邊 他有很多不同客製化的東西 你可以來這邊買很好吃的鰻魚 普沙鰻魚的那個包裝 你可以買整條 你也可以買一串一串一串的 那因為這邊口湖的鰻魚啊 它的口感吃起來很暖嫩 所以這邊的鰻魚就被稱為叫胭脂鰻 如果你去網路上找你就知道 胭脂鰻就是口湖這邊的特色 因為非常非常的好吃 那老闆就跟你跟你說 這是我剛剛講的就是 以前要騎機車到台北 這真的是沒有騙你的 從雲林要騎機車到台北 載鰻魚廟回來雲林養 那過程不小心雷慘的話 鰻魚就會死翹翹 死翹翹的話 如果你是受雇魚人 那就慘了賠不完 所以剛剛我們那個體驗 那個推車就是載著很重的鰻魚 要豐碩的時候 然後在魚屋裡面移動的情景 然後呢 我們這次去的時候 我們還有預約另外一種叫恐怖箱 那恐怖箱是什麼呢 就是那個老闆會在 會在那個 他的裡面空間裡面 然後放兩個黑色的那個 黑色的那個箱子 然後用黑布蓋著 然後有一個洞可以進去 然後你就可以進去 然後去摸一下 裡面到底是什麼東西 一開始大家摸都會覺得很恐怖 因為很滑溜 那其實就是鰻魚 然後呢 最後他還會給你實際上去抓鰻魚 那鰻魚因為很滑溜 你根本抓 你大概抓了十幾次也抓不起來 因為他真的太滑溜了 那就讓你去體驗說 鰻魚原來是這樣子的感覺 然後整個從養殖過程 然後到那個那個沉蔓的那個過程 然後你可以去體驗 那大家都很喜歡這個摸鰻魚的這個環節 因為 再怎麼抓抓不起來 那你就可以跟朋友在那邊那個 也不是玩鰻魚 就是去體驗 因為 畢竟那個你要知道說 漁民怎麼去抓那個鰻魚 那要記得小心 不要把鰻魚弄傷了 然後呢 那老闆就跟你講說 你看我剛剛講的台灣鰻魚三千 一開始從宜蘭然後到屏東 然後再到口湖 然後整個鰻魚的那個歷史 他會跟你去講 然後裡面也有很多的告示法 其實你會發現 鰻魚其實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 那其實鰻魚啊 它其實還有分 關東跟關西派 就吃的方式就對了 那這個啊 如果你有機會 老闆也會跟你講 比如說 老闆就跟我們講 比較有趣的東西 比如說 關東派就是東京那邊 他在殺鰻魚的時候 一般是從他的背部 直接殺下去 那關西在殺鰻魚 他是從腹部切進去 那為什麼關東是從背部呢 因為 以前日本武士 就是如果從腹部切下去 就有那種切腹的感覺 所以他們就會從背部把它切下去 那關東的鰻魚啊 就會是用蒸然後再烤 那關西的鰻魚就會直接切好之後 連著頭然後一起烤 那你來到這邊 你就可以得到很多鰻魚的知識 從養殖過程 然後抓鰻苗啊 然後到很多哩哩哩哩的 那最後呢 最期待的當然就是吃鰻魚 那老闆就會 你可以去體驗 比如說 你可以去體驗製作鰻魚 鰻鱼饭团 鰻鱼饭团 每一个饭团里面都有一大块的鰻鱼 它会加肉松 再加在地的一些白饭 其实还蛮简单的 就是模具 把白饭压进去 压到那个三角形里面 再加一些肉松 再加蛋丝 再把鰻鱼放上去 如果你想要两块鰻鱼 也没有问题就付费加价就好了 你要一整条也没问题 付费有钱什么都可以 然后最后再把白饭把它盖上去 然后再用海苔把它包起来 那你的鰻鱼饭团就制作完成了 那这个就是大家的下午茶的点心 那里面就有很多大鰻鱼的 那个什么 那个串鰻鱼的那个 那个什么 拍照小物 你就可以拿着鰻鱼 你四处跑来跑去 比如说在外面 然后在哪里去拍照 然后呢 你也可以去吃它的普烧鰻 然后它就 现场有微微的加热 然后这样一串一串 然后放在那个很日式风的烤卤上面 然后呢 就在那边慢慢的加热 然后再去吃 你会发现那个 腌脂鰻那个肉质 特别特别的软嫩 真的很好吃 因为一般我们 有时候吃到鰻鱼会比较Q 那这边的鰻鱼就非常的软嫩 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 那如果你是团体 人数足够 你还可以预约它的鰻鱼饭 你看它的鰻鱼 整片鰻鱼 然后盖在上面 然后还有比如说炸天妇罗啊 炸花枝牌啊 然后那个好像是牛棒 然后另外一边是沙拉 那我很推荐大家如果去的时候 也可以去买它的那个鰻鱼的一大包的包装 那你可以去用怎么方式去烹调呢 其实是加热就可以了 那我很建议就是说你可以先用白饭 然后再把鰻鱼铺在上面 然后直接下去电锅里面蒸 那你就会发现蒸完的时候 那个鰻鱼的汁就会流到白饭的里面 那你就会发现就根据日本吃鰻鱼饭的那种概念 非常非常的像 那这个就是烟汁曼的那个包装 你可以去上鱼鱼新体验 它里面就有那个官方购物的连结 那这个真的很好吃 那你看它有很多不同的鰻鱼 也有普烧的 还有一串一串的 右上角那一张土 有一串一串的 然后有整包的普烧的 然后也有那种就是没有调味过的 你可以依照你的需求然后去买 那那个左下角这个就是老板 老板的手他比较知道怎么去抓鰻鱼 他就抓给我们看给我们拍照 那一般人几乎是没有办法抓的 因为实在是太难抓了 那这是第一曼坡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间店 就是你来到这边就可以去感受到 像好虾九南社第一曼坡你都可以感受到那种 云林低碳旅行的感觉就是我吃的东西就在旁边 然后比如说虾子然后鱼都在旁边 那这边也是啊 鳗鱼鳍也在旁边 然后你吃的都是在地的东西 接下来我们要来到虎坑 我们从云林的海边然后我们要 一路玩到云林的谷坑那这一间叫做 云林创热子的生活学院那这间店啊 你如果看到名字你会想说哇 这是一间学校吗还是一间什么东西吗 其实不是它是一间云林最大多肉 多肉植物的一间一间店就对了 你会发现的话进去之后沿着小路进去之后 你会发现有一栋房子很像玻璃屋 然后呢它上面那种红瓦的那种感觉 你会发现很特别很像一个欧式的那种建筑 然后走进一个很美丽的庭院 然后呢右边就是整个多肉植物都在森林里面 你会发现很像走进多肉植物的大观院 那进去之后啊这个是它室内的空间 你可以在那边比如说你刚刚玩的很累了 那你一开始进来可以先点杯咖啡 比如说云林的谷坑咖啡 然后呢再你可以去吃一些它比如说它有松饼啊 然后有一些甜点之类的 那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啊 我们一开始就先去看多肉植物 因为它多肉植物实在是太多了 而且有的很大有的很小 那这一个就是那个什么 那个磨碍 你有没有看到我老婆指的那一个 那个磨碍的头发就是多肉植物 然后磨碍就躲在这个这个里面 然后呢你可以发现 这边多肉植物除了买以外 它也可以去做DIY的体验 所以DIY的体验就是 你可以把多肉植物 然后呢移植到你喜欢的盆栽 然后再去做一些点缀 那来到这边我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叫石头的多肉植物 那因为我只是很喜欢多肉植物 那我有时候会养个一两盆 那我看到左下角这一张叫做石头 然后我就问老板说老板这是什么东西 他说这个 他说这是酒头 那我就看了一下 我就说这个到底是什么 他说这个多肉植物的名字就叫石头 那他会依据你养的方式不同 他会变成各种颜色各种形状的石头 所以你仔细 下次如果你有去到这个创热子 你可以来找一下这个石头的多肉植物 你会发现非常的有趣 那像右下角还有仙人掌啊 然后还有像左下角这种就是整个白白的 这个也是多肉植物 那他的多肉植物的那个庭院里面也很好拍 老板设置了很多不同点的那种打卡点 比如说一个类似相框啊 然后一个森林里面的某一个角落啊 那你就可以去那边拍个照 然后预约一下那个做多肉植物的体验 那他的室内呢你会发现 因为他这个创热子生活学院 他结合了很多不同面向的 比如说像多肉植物 然后永生花 像这一区就是永生花 然后你可以来这边 也可以预约永生花的一些体验 那你就可以看到像他有干燥花啊 然后有一些在地的东西啊 那你可以在这边拍拍 然后跟老师做一些交流 那如果你觉得我想要体验 都可以现场直接跟老师 如果老师在的话 你可以跟他预约 然后就去做干燥花 或永生花的一些体验 那我觉得还蛮特别的是 这里还有一个叫野菜屋台 那这野菜屋台就是做编织的 那你会发现他编织了什么东西呢 比如说右上角那一张土 你可以看到有一颗葱 然后呢左边那个是一个蒜 然后呢在旁边是一个茄子 那我老婆身上 左边那一张土 我老婆拿的那个包叫做咖啡包 它是咖啡豆的形状 所以你如果想买那个半手里 云林在地蔬菜水果的半手里 你就可以去买这个 那个葱的那个小包包 咖啡豆小包包 然后都还蛮特别的 那这里面呢他整个布置也非常的文清风 你会发现走进来 随便拍随便逛都觉得很舒服 然后呢逛完了之后你可以来这边 像每个不同的季节 他会推出不同款式的一些餐点 像如果你是在每年都会在云林古坑办那个咖啡姐 那像咖啡姐的时候 他就推出多肉植物的那个拿铁 你就会发现他的那个什么呢 他的那个摆设非常非常漂亮 我给大家看这一张 你看那个左边那一张 那个那一杯拿铁藏身在不同的多肉植物里面 那种看了之后就完全不敢喝它 因为实在是太美了 那右边那个也是多肉植物的一个组合 然后他就是用一种就是量杯 那种就是实验式量杯那种去装成 然后呢喝起来就非常非常的棒 那这是创热子 你可以来这边做休息 然后可以来这边逛逛他的庭院 呼吸一下森林的芬多精 然后可以坐这边做体验 然后呢你坐在里面往窗外望出去 就是一片绿一样 你会觉得那个身心灵都得到了一个疗愈 那你就会发现云林的新体验 就是不是进来看看而已就走了 你可以去感受一下在地人 他们的生活的方式 然后可以让你有一种旅游的新体验 去感受一下原来云林不是只有农 除了农渔村可以玩还有山山以外 他其实多肉植物的庭院也结合了很多一些在地老师的一些手工艺 你可以去做一点体验 然后呢我们刚刚去的那个地方是那个创热子 那创热子玩完之后其实谷坑 谷坑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 那这个地方叫做谷泉咖啡农庄 那来到这边呢你就会发现 其实来到这个咖啡庄园是可以让你去深度认识 认识什么呢认识咖啡 那其实台湾就是有记载 西元1884年是台湾最早种植咖啡的年代 那时候是英国商人从菲律宾马尼拉引进 那台湾最早种植咖啡的地方 跟我们想象不太一样 竟然是在台北的山巷 可是呢在1895年甲午战争之后 日本人开始在花莲瑞穗 南投国姓的惠孙林场 还有云林谷坑的荷包山 这三个地方开始广泛种植咖啡 所以如果你仔细去找 你就会发现花莲瑞穗的咖啡很有名 南投国姓惠孙林场的咖啡也很有名 云林谷坑荷包山的咖啡也很有名 那后来因为咖啡 因为台湾的农业实在是太厉害 你就会发现在阿里山也好多地方在种咖啡 台湾现在四处各地都在种咖啡 像屏东的泰武大武山那边也种了很多咖啡 可是台湾最早就是在这三个地方去种咖啡 所以你会发现当时候因为咖啡种植的非常好 所以日治时期还把骨坑的咖啡豆拿来进贡天皇 那其实如果你要了解这段历史 我很推荐你可以去参加股权咖啡庄园 他们的一个咖啡体验 那咖啡体验老板就会带你去哪里 带你去荷包山的那个步道 然后去看咖啡的时光经理 你可以进去里面去看到原来以前的那个 那个什么 以前咖啡的那个工厂 然后以前装咖啡豆的那个那个什么罐子 以前咖啡制作咖啡的过程 那右下角这就是股权咖啡的那个老板 然后呢老板就带着你走进去荷包山的那个 咖啡步道那进去之后啊你就会发现 其实咖啡步道里面啊有很多的什么呢 有很多的老板就跟你讲 一般我们喝的都是阿拉比卡种的咖啡 一般大家在种的都是阿拉比卡种 可是呢在荷包山荷包山的这个步道里面 你可以看到很多长得超高的咖啡树 大概你如果看你就发现我那是神木等级的咖啡树 那那些就是赖比瑞亚的咖啡树 那赖比瑞亚的咖啡树其实很少见 那在台湾大概就是荷包山你可以看到很多 那为什么赖比瑞亚的咖啡树 的咖啡豆很少人在去做烘豆还是去喝它呢 因为它的咖啡因比较重 那就是喝起来比较难喝 所以比较不受到欢迎 那在走步道的时候你还可以看到罗布斯塔品种 其实这两种品种我们其实都很少见 我们说阿拉比卡阿拉比卡 可是老板就跟你说 罗布斯塔的品种的咖啡豆 其实喝起来有那种塑胶味道 所以很多的吉隆咖啡都是用 那个罗布斯塔品种然后来做 那赖比瑞亚咖啡因多了两倍 所以很多都用来做白咖啡 那这些东西其实你可以去听老板讲 老板就带你去看给大家看 这个就是荷包山步道 然后两盘都是咖啡树 然后这个就是那个长在树上的 那个赖比瑞亚的咖啡豆 你这样看其实看不太清楚 然后呢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画面的中间有一串 那个绿色的就是赖比瑞亚的那个咖啡豆 那其实你来到这边看了 你会发现距离你很远 所以要参加股权农场的那个老板的那个庄园的导览 他的庄园里面就种了很多不同种的咖啡豆 左下角的这一张图啊 老板就采了三种不同品种的 一个是阿拉比卡 一个是罗布斯塔 一个是赖比瑞亚 其他两种其实有点绕着 然后呢 他就跟你比较说 这三种咖啡豆其实长的 外观其实有一点不太一样 然后你就可以去认识不同种的咖啡 那老板会教你怎么去采咖啡豆 那咖啡要怎么采呢 其实咖啡只要红的就可以去把它采下 所以呢 我们就去体验那个骨权庄园的那个 采咖啡豆的那个过程 然后就在森林里面穿梭 你会发现那个很像 很像走进魔幻森林的感觉 因为有不同种 然后那个叶子 有的叶子又非常非常的大 老板就跟你讲要怎么采 那你就拿着那个 那个红色的桶子 然后就狂采 那老板会跟你讲说 其实咖啡豆 红红的采下来 你其实可以去吃它一下 它那个黏液跟甜味 我觉得还蛮像那种荔枝的感觉 那因为每个人口感吃起来不太一样 那我觉得那种滴滴 然后黏黏的感觉还蛮喜欢的 然后呢 完了之后 采完那个咖啡豆之后 你看整个都是红的 然后呢 会先进行那个 那个什么 筛选的动作 那怎么去做筛选呢 会把那个咖啡豆 然后泡在水里面 那如果咖啡豆有浮起来 就表示它的品质不佳 为什么浮起来品质不佳 因为它可能里面是空包蛋 或者是里面已经烂掉了 所以它的重量就会比别人再轻一点 所以放下去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试好试外 就从那边就看出来 那浮豆全部都捞起来 就丢掉 然后呢 浮豆丢掉之后 剩下就是我们要的豆子 然后之后呢 就会放进这个机器 就是上面中间那一盏土 你把所有的那个咖啡豆丢进去之后 那个机器会帮所有的咖啡豆脱皮 脱壳就对了 脱壳之后就变成右上角那一张 你会发现 所有的咖啡豆本来是穿着红衣服 然后现在都脱光光的 然后呢 之后 这些咖啡豆就会泡水 然后去发酵 然后去去除它的果胶 那去除果胶之后再去干燥 然后呢 这个过程因为要比较久 所以老板就 拿了另外一桶已经干燥好的咖啡豆 给我们继续下面的体验 然后呢 下面的体验就是要干嘛 就是要把这些干燥过后的那个咖啡豆 进行脱壳 因为它上面还有一层膜 然后呢 放进去之后 它就会 脱壳应该是左边 左下角这一张 干燥之后 丢进去之后 你就发现那个膜 整个飞散 那个很像下雪的感觉 然后呢 脱上之后 因为它抹上面就是还有一些没有脱落 老板会再用这一个进去 再把那个咖啡豆把它磨得更光滑就对了 然后呢 你会发现制作咖啡豆的过程其实还蛮有趣的 那接下来的这个步骤呢 就是再去筛选不好的咖啡豆 所以你会发现 哇 我们不是只有吃白饭是粒粒皆辛苦而已 其实 喝咖啡也是那个卑卑皆辛苦 你看 这一个过程要用肉眼 然后去把一些比如说黑色的 然后去把它挑起来 或者是一些坏掉的咖啡豆去把它挑起来 其实还蛮辛苦的 然后呢 这个步骤完了之后就是最好玩的东西了 就是要进行烘豆 那老板的烘豆很有趣 他是放在那个筛子里面 咖啡豆放在筛子里面 然后呢 就在火上面 然后呢一直均匀的 顺时钟还是逆时钟都可以 然后呢 就要进行烘烤 那烘烤的过程其实很有趣 那大人小孩都很爱玩 因为他烘烤的时候会有二爆 二爆是什么呢 一开始用一用你会发现 其实没有什么感觉 然后呢热度达到一定的热度之后 他就开始 那这是一爆 大概一爆之后啊 你会发现声音几乎都没了 然后会再进行二爆 二爆就是会更大声就对了 那你会发现 因为这时候空气中啊 那个咖啡香气很香 你我们吃麻辣火锅啊 吃完之后都是麻辣火锅的臭味嘛 可是这个烘的时候啊 那个身体的味道 哇都是什么咖啡香的味道 非常非常的棒 然后呢 完了之后 就把咖啡豆倒下去 这时候要进行磨豆了 那你要记得磨豆的时候 是最 什么 是咖啡豆一生最难得的一个时光 为什么呢 因为咖啡最香的时候 就是把咖啡 把烘好的咖啡豆丢下去磨豆的那一瞬间 那一瞬间那个香气是最香的 老板说每次他就最享受这个时光 所以你如果有来 记得要去享受一下这种磨豆 那种瞬间爆发的那种咖啡香 真的很香 乌云市就永生难忘 然后呢 我们就把咖啡豆做成绿挂咖啡的方式 然后呢 完了之后就大功告成 我记得一个人是可以拿个两包还是三包 可是因为咖啡的量都会比较多 所以我那时候好像拿了四包 然后其他人也拿了四包 然后最后呢 老板就会在他的庄园的餐厅里面 然后呢 去那个手冲咖啡 然后让你去喝喝 云林谷坑这边咖啡跟 比较高海拔它有什么样的不同 你会发现就是一个咖啡的饗宴就对了 那老板会给你一些甜点 一些甜点比如说饱啤香啊 还是爆米花啊 那你如果你想要喝拿铁 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点一杯拿铁来喝 那我觉得骨泉咖啡庄园是一个 我还蛮喜欢的一个地方 大家如果有机会来到云林的骨坑 可以预约它的行程 来好好的去体验一下 那这大概是半天 你会发现半天下来 我那个姿势是满满 比如说你喝咖啡会心悸 你也可以问老板 你喝咖啡会不舒服 你也可以问老板 你很多的咖啡一两杂症 都可以问老板 老板都会给你一个很棒的一个体验 然后呢 接下来来到云林 来到云林的骨坑 我也很推荐你可以来到 这一个叫做良心庇护农场 那因为它是一个 云林建第一间有机庇护农场 那里面工作的人大部分都是身心障碍者 那其实这样子的农场 我觉得是大家可以用行动去支持他们的 不管是买东西 或者是去参加他们的一些体验 那这个农场很特别的是 它是采用有机农法去做耕种 那它种植了什么呢 它种植了有机的红梨 还有苦茶油树 所以呢你来到这边就可以去 比如说你可以买到红梨的一些东西 你可以买到苦茶油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产品 那很特别的是 如果你有去农场在红梨季的时候 你会发现 哇那个农场那个田园啊 整片都是五颜六色的颜色 因为红梨成熟之后 它那个有红色有黄色 然后再夹杂一些它的绿叶 你会发现哇那个拍起照来 真的非常非常的棒 那你来到这边还可以去体验什么呢 可以体验去做红梨米苔木 用那个红梨然后跟米苔木 然后去做结合 然后再加一些比如说 比如说一些天然的色素 植物色素进去 然后就可以变成比如说是粉红 比如说是粉红色 比如说是黄色 可能是用姜黄啊 然后红色可能是用那个甜菜根 那不一定会依照它们种植的东西 然后去加入 那也可以去吃一碗红梨的那个米苔木 也可以去吃红梨的昏桂的创冰 那非常非常的棒 所以我很推荐大家如果来到云林谷坑 一定要来这一间叫做良心庇护工厂 然后去参加它们的行程 去买它们的东西 因为其实这些都是要引导那些身心障碍者 未来可以在外面的职场 然后去做一个就业 所以大家如果去支持它们 它们会更有信心去面对未来的挑战 然后呢 云林谷坑其实还有一个东西也很有趣 叫做大浦笋友部落 那这个部落啊 其实种植了很多的竹笋 那竹笋其实也是云林谷坑的一个特产 那社区也是请了一个叫做那个水蛙师的那个大师 然后帮社区开发了很多竹笋的风味餐 那来到这边如果是竹笋的产季 你还可以去体验挖竹笋 那其实挖竹笋还蛮有趣的 你会在竹林里面然后去寻找到底哪一个竹笋是可以挖的 那我记得我们以前挖竹笋是会拿着那个那个类似铲子 然后呢有点把它从下面把它就是找到之后 然后从下面插下去 然后用力插下去 然后那个竹笋就可以把它拔起来 那这边骨坑这边就有它们不同的那个挖竹笋的方式 那如果你时间不够 你就可以预约它的风味餐 比如说左上角的这一个那个风味餐 你就可以看到什么呢 那个包子里面就是竹笋肉包 那那一碗汤就是竹笋汤 然后呢中间那一个就是什么呢 虱目鱼加它们的那个闷笋 你会发现虱目鱼跟闷笋结合真的是很棒 然后有时候还会加一些泡泡剂 然后呢左下角那一个就是那个竹笋的油饭 里面也加了一些竹笋 然后呢上面那边就有那个竹笋 然后跟竹笋一起卤 然后非常的好吃 那你来到这边啊 如果时间足够就可以预约它的竹笋的体验 然后竹笋的大餐 那离开的时候还可以去买一个 那个黄金闷笋的那个罐砖 然后去蒸鱼啊 然后或者是配那个稀饭啊都很棒 然后呢干燥的那个竹笋啊拿来用炒的 就泡水之后然后盐度稀释之后 然后去炒 你会发现非常非常的下饭 所以来到云林谷坑你会发现 哇一大堆东西其实是玩不玩的 然后呢接下来在谷坑 同样在谷坑绿色隧道上边 还有一间叫谷坑密封故事馆 那这间店它就真的非常非常的有名 那你可能在超商或者是在很多地方 都可以看到他们的东西 可是呢很推荐大家一定要来到原产地 就是那个谷坑的密封故事馆 去那边去了解他们三代养蜂超过70年的那个经验 那也很推荐你可以去预约一下他们的导览 为什么要预约导览呢 因为如果你只是看 你就是看他的蜂蜜的商品而已 那看一看之后啊喝一下 你可能就离开了 可是如果你预约他的生态导览 你就可以去看一下 比如说老板会带你去开蜂箱 那开蜂箱的时候你会很害怕 老板就会拿一个烟然后去熏 就会让蜂蜂的那个活动力稍微比较降低一点 然后呢如果你运气好的话 老板可能还要拿出蜂蜂 然后给你试吃看看 那蜂蜂是什么呢 蜂蜂就是那个蜂草里面 然后把它切一小块 然后呢上面还有蜂蜜 然后吃进去 在地人都说那个叫做口香糖 因为吃进去之后然后咬一咬 然后整个很甜 可是那个蜂蜂蜂是没有办法搅烂的 然后最后吐出来就是一个白白的东西 所以他们就叫做那个口香糖就对了 那老板还会教你怎么去分辨 真蜜或假蜜 因为我们一般现在在外面买 你会发现 为什么有的蜂蜜那么贵 有的蜂蜜那么便宜 要有的蜂蜜那个价钱 就是五花八门 老板就跟你分享 要怎么去分辨 那其实最简单分辨就是 咬一咬之后 然后看它是不是清澈的 如果是清澈的 代表它很可能是假的蜂蜜 就是它是糖分比较多的蜂蜜 就是不是真蜂蜜就对 那如果咬一咬之后 你会发现那个蜂蜜水是浑浊的 那代表它应该就是真的蜂蜜 为什么呢 因为蜂蜜里面会有一些花粉在里面 所以它会有一点浑浊 所以来到这个蜜蜂故事馆 你可以预约它的导览 你可以更加认识蜂蜜的一生 然后你还可以去找那个蜂草里面 那个蜂王到底是哪一颗 到底是哪一只就对了 你会发现很多的雄蜂都是蜂 应该是蜂王 反正就是那个女生的蜂王就对了 反正你就看你就知道了 那这个蜜蜂故事馆 就很推荐大家来这边去逛逛 那我们刚刚都在云领的渔村 云领的农村玩完之后 那下一站我们就要往云领的山上去走 那山上去走啊 你可以去到华山 那华山那边就有华山小天梯 那华山这边因为整个云领种了很多咖啡 所以你可以来这边去吃咖啡跟在地的鸡肉 结合成的那个咖啡机 那这间店我自己很喜欢 因为它其实那边很多店 你可以自己去做选择 那我自己还蛮喜欢这间店叫阿嬷斯房站 那进去之后你会发现它的那个停车场旁边啊 做了很多那个超级马力 比如说那个乌龟啊 然后水管啊 那比如说你要瞪孤 如果你有打超级马力 就是要瞪孤是什么 就是瞪一次就多增加一条命 然后左边那张图就是马力兄弟跳上去 然后过关的那个画面 那你不要真的去跳上去乌龟上面啊 就是有点在旁边然后借位 然后要跳进去水管里面的感觉 我之前网路上那种很多超级马力的 都是在这边拍的 然后呢 这个就是他们的那个咖啡机 那咖啡机是跟咖啡然后一起去烤 所以你会发现鸡肉里面会有一点咖啡的味道 那旁边啊是什么呢 旁边还有一个面 看一下旁边这右边的土的上面有一杯面 然后左边有一个沙拉 那这个是把什么呢 把这个咖啡面 你看这张图的右上角有一杯面 那是咖啡做成的咖啡面 那左边那个就是生菜沙拉 把面跟沙拉倒进去那个容器里面 然后再加一点咖啡调制成的酱汁 再加鸡汁搅拌之后 哇那个吃下去是咸咸的味道 可是它散发的是咖啡 不是很浓郁 它是很舒服的那种咖啡香 然后入嘴之后 你会发现整个嘴巴都是咖啡香 很像喝了一杯 很好喝的咖啡的那种感觉 然后呢老板给你看了这一只鸡之后 它就会进去帮你把这一只咖啡机把它分死 分死之后你会发现 如果你是跟朋友去 记得不要跟朋友讲 为什么呢 你要先吃皮 那个皮真的太好吃 你如果一开始就跟朋友说 那个皮很好吃 大家都抢皮就吃不到 你要先吃皮 就是自己按钢就对了 先吃皮 那个皮跟肉 那个鸡肉真的是好暖嫩 那个隐隐散发的咖啡香 它不是那种咖啡跟鸡分开的 它是那种味道是融合在一起的 然后呢还要点什么呢 点它的烤山猪肉 然后还要再点右上角 那一个东西叫做那个 那个脆笋面 脆笋面的样子 那它那个不是面 它是把笋子把它切成很像什么呢 很像面的感觉 像洋醇面 所以这个是每天限量的 因为那个手工很困难 然后再点个炒青菜 然后呢 这是咖啡面 如果你觉得咖啡面好吃 你也可以买那边咖啡面的伴手笋 然后就回去 然后可以去煮 然后加一点 其实煮起来 然后加一点醋 然后调味一下 就非常非常好吃 那这是咖啡面 然后呢 其实在附近 你会发现华山那边 因为有一个华山小天地的步道 所以呢 在周遭 就可以看到很多卖鸡的店家 然后卖苦茶油的店家 那其实云林新体验里面 像刚刚那个梁兴 那个农场 其实里面它也有在卖苦茶油 那你可以自己去做选择 那来到这边 像这一间叫做华山土鸡 这间店里面也有在卖苦茶油鸡 那苦茶油鸡 哇 那个 出来的那个味道 就是苦茶油跟鸡肉 然后去把它炒炒炒 然后把那个汁缩在那个鸡肉里面 吃起来很香 然后再去吃竹笋的控肉 这个很下饭 我记得它的白饭是免费吃的 然后再去点它的那个龙须菜的 这应该是过猫 过猫的那个咖啡沙拉 它那个沙拉是美乃滋跟沙拉去调和的 那个也是满嘴都是咖啡香 很棒 然后呢 吃完了大餐 旁边就是华山小天梯 你就可以用走的进去 那走的进去大概要走多久呢 如果你是从刚刚那个咖啡机 还是那个刚刚吃苦茶油鸡那间店 你大概要走二十几分钟 你才可以来到华山小天梯的路口 可是那二十几分钟是慢慢的往上 那旁边是那个蓝沙坝 如果水比较多 你就可以看到有溪流的感觉 然后呢 进到华山小天梯之后 华山小天梯其实就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绳索的吊桥 那这个绳索吊桥 它非常非常的摇晃 所以你走在里面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刺激 然后下面又很高 然后其实你也不用怕 你就绳子抓着 然后慢慢走就好 那记得走的时候不要滑手机 因为手机掉下去就捡不回来了 那这个就是刚刚我们在吃苦茶油鸡那边 你可以看到华山小天梯的路口 那他就可以跟你讲 你可以走到情人桥小天梯 那华山的小天梯就是先看到情人桥在左边 然后呢 右边就是华山的小天梯 那这个你去你大概看一下就知道 然后呢走进去之后 这就是华山小天梯的路口 左边这一个就是那个情人桥 那情人桥它其实是木葬桥 它是一层一层往上的 你可以走到对面再往回看 那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就先走到华山的那个小天梯 就是往绳索吊桥那个地方 然后呢你看我慢慢的走上去 那走上去 这其实很多综艺节目都来这里玩游戏 为什么呢 因为要进去华山小天梯 它有一个那个好汉坡一路的上去 大概要走十分钟 那一路的上去再往下看 这一个就是刚我们去的那个木葬的吊桥 那你会发现其实风景还蛮舒服的 有一片翠绿那个看起来就是舒服 然后呢走到上面之后 它其实有一个凉亭 你可以在那边稍微休息一下 比如说你刚刚有买什么 比如说你可以在那个街上买个咖啡 你就可以来这边然后喝杯咖啡 然后那个风吹来也是很凉爽 然后一片绿一样 那这是绳索吊桥 绳索吊桥可以慢慢的走过去 那就是一次景龙就是单向通行 不要对面有人走来 你硬是也要走过去 那卡在中间就就惨了 就可能要猜拳决定谁先过 然后呢走过去之后啊 你会发现啊滑山 这就是走过去那个绳索吊桥 你会发现那个左右两侧安全维护 都做得很棒 走过去之后啊不要马上离开 因为走过去之后你会发现 这里居然有茶园还有冰蓝树 那很特别的是冰蓝树下面 有很多很多的咖啡树 那为什么呢 因为冰蓝树会帮咖啡树遮阴 所以华山那边 应该是说云林谷坑那边 很多的咖啡树都种在冰蓝树的下面 就是它遮阴让它可以长得更好 那如果你幸运的话 你会发现那边整片的咖啡园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他们真正农夫在采咖啡豆的过程 就在穿梭在那个咖啡树的森林里面 那我遇到咖啡那个刚好那个成熟的时候 哇那个绿色的咖啡树里面 你会看到好多红色的咖啡豆 那种感觉真的很棒 就是那种万绿丛中好多点红的那种感觉 非常的棒 然后呢 刚刚那个华山小天梯逛完之后 如果你时间比较足够 你看喔 如果你今天要照这样子玩 大概要玩个四天三夜才够 所以呢 如果你是一日游 然后你晚上觉得说 哇吃完了 吃完 下午玩完之后不太想回家 那不太想回家怎么办 你可以上云林华山上面的景观咖啡丁 那这一间店我自己很喜欢 它叫做维也纳复合式餐饮 那这间店进去之后 你可以看到云林的百万夜景 那百万夜景 待会给大家看 这间店它是 应该是说它有一层 它有三层楼 那第三层最顶的是露天的 那二楼是在室内的 那我很推荐 你可以在最顶楼那边 然后去那边用餐喝咖啡 然后等到晚上去看夜景 那进去之后 你会发现它布置了很多 不同的东西拍照 比如说是露营风的那种 野餐风格的拍照空间 然后有熊 然后有野餐的器具 你就可以进去那个帐篷里面拍一张 很漂亮的照片 那它一楼也有展示一些 就是过往云林古坤这边种植 咖啡的一些老照片 你就可以去了解一下 原来其实想要了解咖啡的历史 咖啡的一生 其实来到云林古坑是最棒的 然后这个是最顶楼 你可以发现这个最顶楼 它的那个座位都是面对着最美的风景 那像我老婆坐的这个位置 看出去 其实那个远方就是海边 就是台湾海峡 所以我建议如果你是秋冬 你大概是四点多左右 就可以先过来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可以先看到黄昏夕阳 然后夕阳西夏之后 还会有蓝色的色温 蓝色的色温之后 紧接着就是什么呢 就是水上的夜景就跑出来了 然后呢 像我们一来就先跑上去最上面看风景 然后呢 这是它室内的空间 那你会发现它户外的空间等一下给大家看 你就会发现很特别 那这是它的那个餐点 然后记得餐点大概是200到400左右 我觉得不会太贵 如果以它的风景的话 然后呢 这个就是我们点的那个蜜糖吐司 然后跟冰淇淋 然后再点一杯300次咖啡 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 就是那杯咖啡就是咖啡 一直打 打一打之后 然后再加入牛奶 就变成300次咖啡 那这个是外果 好像是韩果还是哪一果 非常流行的一个咖啡的东西 然后呢 吃完了这个下午茶 你还可以去点它的那个土鸡的火锅 那我要跟大家讲的是 它座位跟座位的中间 都用什么呢 都用多肉植物 你看左上角的那一张土 你会看到 那个上面就有好多多肉植物 那右下角这一张土 你也可以看到旁边有一个多肉植物的盆栽 因为它所有的多肉植物都是跟创热子 我们刚刚有讲创热子生活学 他们拿的那个多肉植物 然后来做它整个环境的一个布置 那你就可以去吃比如说 要上口味的那个鸡肉锅 或者是牛奶咖啡牛奶口味的鸡肉 的火锅不是鸡肉锅 那它就一罐牛奶 然后一罐浓缩的咖啡 然后让你自己去添加 比如说我想要奶味重一点 那我咖啡就少一点 我想要咖啡味重一点 那你就咖啡全部都嫁进去 然后呢它很多的一些食材 比如说香菇啊或者是一些蔬菜啊 都是在地生产的 你就可以发现低碳旅行其实就在我们去的店家里面 你就可以去感受到的 就是低碳旅行其实是很容易在我们生活中去发现的 然后呢你就可以在这边吃它的餐点 像我们大概是五点多就开始吃 然后因为五点多其实已经没有太阳了 然后风出来就很舒服 那一边吃 然后一边看着风景 你就会看到 这时候那个夕阳就慢慢的西下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远方 那你就可以开启 比如说你不知道那边是哪里 你就可以开启你的Google Map 你就可以对应一下 你就可以发现原来远方那边是南头 你有没有看到画面中间有一个山 这边山应该就是八卦山 那这边就是彰化跟南头的交界 然后再往南 往左边 你就可以发现这边就是云岭 然后呢再往左边看 你就可以看到嘉义 那如果你运气好 比较会找的话 你就会发现剑湖山 那些摩天轮啊 就在你的下方 非常的美丽 然后呢 吃完了晚餐 可能吃到一半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哇 那个滑灯初上 整个璀璨的夜景就出现了 你就会发现哇 怎么那么美丽 给你待到晚上九点 你都不会走 因为真的是太美了 而且每个时间点 看出去的感觉都不一样 那这个是快 这个是天黑没有多久去拍的 你会发现那个天空上 还有一点蓝色的色温 然后下面啊 比如说像照片右下角这个地方 我印象中 那时候对照的 他应该就是抖六 那因为抖六可能 比较没有明显的地标 所以我就找了一下 抖六的棒球场在哪里 你就可以找一下当地比较大的地标 你就可以定位出那个是哪里 那这个是夜景 那这又是另外一个不同 不同方向的夜景 你就可以发现哇 那个夜景其实也不输国外 你会发现我们 像我们每次去日本 我们都会看夜景 可是看夜景的时候 你也不知道哪里是哪里 可是当在台湾看夜景的时候 你就可以知道说 原来那边是斗南 那边是谷坑 那边是嘉义寺 那边是哪里哪里 你就会发现那种感觉 就特别的亲切 特别的有那种就是 那种 那种什么 骄傲感就对 因为这是我 比如说你刚刚找上去的口湖 是在哪个地方 你就可以找一下 你就发现口湖那边 为什么那么暗 因为那边是比较乡下 那边比较没有高楼大厦 你就可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连结 这是旅行的一个乐趣 那其实 云宁古坑的山上有好多间的咖啡店 除了刚刚的维也纳 这一间先帝咖啡 也很推荐大家可以来 你可以在那边去吃它的甜点 比如说千层蛋糕 或者是比如说它有一个叫做 威士忌的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火焰咖啡就对了 你有没有看到 它会在你的那个咖啡旁边 然后点火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上面这里有火焰 它就火焰从旁边 然后它那个 我记得它咖啡上面 也会有冒火就对了 那它冒火大概十几秒的时间 你要抓紧时间去拍 然后呢 它那个火焰会把那个糖 然后稍微把它融化 然后就化到你的咖啡里面 然后喝起来就有另外一种不同的滋味 然后呢 这个先帝咖啡 你就可以坐在这边 然后呢 它就有那个那个 闪啊 然后椅子啊 然后就看着外面的百万夜景 那真的很棒 那其实云林骨坑那边也有一间店是什么呢 它是可以泡脚 然后去看夜景的 所以来到云林的山上 你会发现真的太多东西可以玩了 那来到云林 你还可以去干嘛呢 你还可以去走一下小百月 如果你时间比较多 我是很推荐你可以在这边玩个三天两夜 四天三夜 你可以规划一下行程 你会发现我从海边玩到山腰 再玩到山上 你会发现会非常的充实 那这个地方叫做石壁山 那石壁山也算是云林的一个秘境就对了 我记得它海拔大概是1700多 那它是云林的小百月 那最特别的是 你站在这边 你可以看到台湾最高峰 玉山祖峰 你也可以看到云林的最高峰叫做 那个那个嘉南云峰 还可以看到云林跟嘉义交界的那座山 叫做大尖山 有人说那座山是嘉义的 有人说那座山是云林的 所以后来有人就把它用云加大尖山去称呼 那这个是石壁山快登顶之前的一个大石壁 那个大石壁是有点很斜 然后下面就是断崖 那画面的中间这一颗 就是云加大尖山 那云加大尖山的位置在哪里呢 如果你有听过那个那什么嘉义的太平云梯 你就知道云加大尖山就在这边 就在太平云梯附近 那这边可以从嘉义那边走上来 你也可以从云林的张虎国小那边的方向走上来 那我现在是在大尖山对面的云林的山上 然后去看这样子的风景 真的非常非常漂亮 那这个大石壁 如果你有距高症你就在中间就好 因为这大石壁的风景非常非常棒 那石壁山一般是跟嘉乃云峰一起走的 如果你有在收集小百岳 这边是很多人很喜欢收集的地方 那来到这边之后 如果单程大概是1.3公里 那如果以一般的脚步来脚程来走 大概是走两个小时可以攻地 那沿途走的时候你会发现 一进去就是什么 走入卧虎藏龙的那个森林里面的感觉 大概有一半的路程都走在这样子的竹林里面 而且竹林里面如果你有走你就知道这海拔大概一千多 那个风吹来就像冷气一样 走进冷气房的感觉 然后那个竹子又很粗 然后又很高耸露天 所以你可以看到如果你天气好 你可以看到绿色的然后蓝色的那种感觉 穿插真的很漂亮 然后沿途都走在这个竹林里面 我觉得它是全台湾最壮观的竹林之一 然后慢慢的走 那其实都是一路往上 那你也不用担心 因为其实路径很清楚 指引也非常非常清楚 然后一路走 你看都是这种竹林 那因为我有一次是秋天来 你就会发现旁边突然间 好多的那个风红非常非常的漂亮 然后走到一半 它就有两个指示 一个是往石壁山 一个是往迦南云峰 那因为迦南云峰现在路况还不是很好 所以就不推荐大家去走 你可以去走石壁山 还剩650公尺 那走过去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有一个牛章 不知道是什么树就对了 很像是章树的一种 然后它身形非常非常的诡异 那你可以从下面树洞穿过去 然后可以从不同角度去拍它 你就会发现它的形状很像一只恐龙 所以有些小朋友看到 就说哇 这里有一只森林的恐龙 然后再走过去 快到石壁山之前 它就有一个指引往石壁 就大概走一分钟就可以到这边了 你就可以坐在这边 然后登高望远去看非常漂亮的 云林跟嘉义的那个高山的景色 那你看我朋友带着小孩 他也走得很轻松 那这边的山望过去 你就可以看到那个溪谷 然后外面很远那边有一座山 比较高的那一座就是 距离山主峰 我就会特别往云林这个方向去找一下石壁山 然后这个就是溪谷 然后整个非常非常的翠绿 然后也没有什么破坏 然后再看对面的山头 那中间往右边看这个就是大尖山 那太平云梯就在它的后面 那这个很多很多山 你可以用那个APP 有一个看山的APP 你可以去看一下 你就可以知道哪一座山是什么山 什么山 然后呢 在这边如果你运气好 还可以看见云海 那真的很漂亮 那这个就是云林 不知道哪个山的一个小部落就对了 那这边就是很漂亮 石壁山很漂亮 那在这边 你可以在这边稍作休息 像我就很喜欢 比如说带着热水 然后买个骨坑咖啡的那种 吉隆咖啡 或者是绿泡式的咖啡 然后呢 就躺在这石壁 就这样 然后就躺着 那记得 试着去眯一下眼 大概一分钟 如果你可以睡着 你会发现 那就是人生中最享受的一个时光 那我就躺在那边 然后我朋友的女儿就看着我说 哇 为什么肉乳哥哥可以那么爽 躺在这边 然后去吹着风很舒服 那这就是石壁山 那还没有结束 刚刚那个是石壁山的石壁 那石壁山的石壁再往另外一侧走 大概再走个十分钟 你就可以抵达石壁山的三角点 那这个海拔大概是 一千 一千 就一千七百多 那因为它是小百月之一 你就可以收集小百月 那很多人会去趴台湾的百月 一百座百月 然后一百座的小百月 那这座百月算是四野 跟难度都不会太高的一座山 那你看他的那个牌子上面还有樱桃小丸子 那海拔对 那这是他的山脚点 海拔17 1735的样子 那因为这种海拔 你要记得秋冬去走 要记得外套要穿上 因为会 午后之后风出来会非常非常的凉爽 那下山就慢慢走 那你会想说来到这边要吃什么呢 来到这边 因为这里的步道的路口 有一间庙叫九穹公庙 你可以来到这边吃什么呢 吃他的泡面 他的泡面有维利杂酱面 有很多不同的那个泡面 那那个旁边还有热水还有筷子 那看你喜欢吃什么 那你就自己随意奉献 比如说你觉得 我就是反正就是随意奉献 你要给一百 你要给二十 你要给十块 你要给多少都没有关系 然后就投进去 庙旁边有一个那个水洗箱 投进去之后 然后再把泡面打开 然后再去泡热水 那我老婆选了一个叫麻油鸡 市面上比较少看到的麻油鸡面线 然后我们就在这边吃泡面 然后旁边有一些小农 他会卖一些在地的东西 比如说水果 还是什么东西 那我们就买过来 然后一起配 然后你看他那种板的圆桌 然后给你做什么 给你在那边吃 那如果你有去过南头 南头有一间土地公庙 大家都去那边吃泡面 可是人很多 但是你来到云里的山上 你可以感受到 大家拜庙的时候是拜泡面 然后泡面之后就给那个信众吃 那你就出发前来这边祈求一下平安 然后下山之后呢 再来这边吃一碗泡面 然后添一些油箱 然后拜拜 感谢让我们平安下山 你会发现在山里面吃泡面 就是一种非常幸福的一种享受 那这个画面就一直一直 我每次po很爽的画面 就会po这一张 你看躺在这样子的山上 然后这样子的风景 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 那就是云林它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玩法 那我很推荐大家可以扫这个那个QR Code 加入云林新体验的LINE的好友 那加入之后啊 你就可以马上领取三个非常棒的 云林吃喝玩乐的三个好礼 第一个好礼是什么呢 50元的优惠券 50元的优惠券其实还蛮多的 你如果一家人四个人就有200块的优惠券 那第二个是可以拿到什么呢 店家的来店礼 比如说你去一些特定 你上云林新体验 你就可以看到一些相关的资讯 比如说去店家他就送你什么 然后去哪一间店家他也送你什么 你会发现啊真的很棒 然后呢你还可以去填问卷 然后就可以抽伴手禮 那你就可以看到那个伴手禮 一大堆非常非常棒 比如说咖啡啊 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在地特产啊 你就可以拿到很多很多东西 所以大家一定要赶快来扫描 加入云林新体验的line好友 上面很多云林的一些玩法的一些 资讯都在里面 推荐给大家 那今天呢带大家 从云林的海边 然后玩渔村 然后去一些在地的一些特色店家 最后再带大家去山上去看夜景去吃咖啡机 然后再去走一个小百月 你就会发现 其实云林好像跟我们想象中的玩法不太一样 你看你可以用一种 以往我们都是走马看花的旅行 可是这次我们跳脱走马看花 我们去探访一些店家 透过他的导览 去认识咖啡 透过他的导览去认识竹笋 透过他的导览去认识虾子的养植的过程 你会发现我们会用一种带着光怀土地 体验农渔村风土人情跟深度文化探访的一种方式 开始一种全新的旅行 那大家就把时间乔好 然后一起来云林好好的体验云林的新体验吧 谢谢肉楼师的分享 然后也感谢大家热烈的参与 没想到云林还有这么多好吃好玩的景点 让人家非常的向往 自己小编在前往云林的几次过程当中 都感受到当地满满的人的情味 还有就是体验到一些很好吃的美食 所以每一次去都会回来跟家人朋友说 云林有很多很值得大家去探索的 那就如同以往一样 我们会有提供大家一个线上问卷 要请大家帮我们填写 那并且请大家不要忘记加入肉楼老师 刚刚提到的云林新体验的Light 这一次的活动是因为有经济部 中小企业出云林新体验这个专案 让我们进而去推广云林在地一些好店家 还有一些好景点 那请大家支持台湾支持这片土地 那最后最后要跟大家公布一个好消息 在10月的2122这个六更日 在新讲堂也就是松山文创园区里面的 新讲堂文创基地 我们会做一个云林的风土 还有景点还有人情的一个展览 欢迎大家来实际参与 那这个展览本身是免费的 然后邀请大家 如果您有兴趣有时间的话 一起来现场与我们同热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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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